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个私聊啊 我也信了 你不改的话 我不能够接受你 还有带着我的亲人啊 朋友啊 你必须改 你不改的话 我也接受 虽然我们有一点小打小闹 就是并不影响我们的爱情 我想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 看你的表现 来 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 看看他们封存了一些什么内容 请开枪 大姐先说说陆先生放的是什么呀 又是乔合的信 就特别喜欢写信啊 你念还是我念 你念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亲爱的你好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 相信我吧 亲回来吧 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 回来吧 来 来 来 你那是什么呀 谢谢您 去年嘛 我们两个人一起到五一山旅游嘛 我当时在那个旅游区 看到就是这个乡 乡里嘛 又不贵 又漂亮 我当时就想马下来 但是他当时说 我又要弄满东西了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来了 我就想 还是扮个头吧 我压着点 是你真心实意的 送给我的礼物 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当女人对男人 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一些错误的时候 男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 不加思索地认错和道歉 因为那在女人看来都是轻视 女人在乎的所有问题 其实最后指向的都是希望被尊重 所以真诚的态度 是男人认错的重要基础 爱情保卫战盒 我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 等你来看 咱们来看看 这对老年情侣自己的选择 请看 所以在她心里有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人陪伴 在她的身边 即使这样 即使那样 对她来说都是好的 所以某些同志 就抓住了别人这个弱点嘛 还聊不 改的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 这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 西凉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来见证 请你儿子 我们来看 谢谢大家 这里 我们来看 最重要的 不管在什么年龄 尊严对一个人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